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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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小時候給阿嬤養嘛 給阿嬤帶 其實就跟著他旁邊 他一直都在織布 然後所以其實我對這件事情 都有印象 然後一直到我長大之後 其實又回想起以前 小時候在孤魯的生活 就想到阿嬤在蹦蹦蹦那個 字幕的聲音 所以他變成是我創作的背景 然後其實很重要的是 要跟大家講是說 那個古老的字句 他其實是當人一綁上腰之後 他可以換回古老的時間 空間 然後要講是說 當古老時間空間跟現代 是重疊在一起的時候 他是講到一種時間的流逝 在過程當中其實 有一件事情是 它高於手工藝的技術層面 然後是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感 它在上面 就是時間一過了 然後它就成為之前的事情 所以我要講的是那個很 很獨立的 然後一個很高 很具有高度的時間感 我們是一群很喜歡唱歌跳舞的年輕人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在重立 只是從原住民傳人文化當中 長出一個新的表演形式表演方式 然後這是我們一大特色 而且其實過程當中 我們也發展了腳譜的形式 然後做演出的一個基調 我覺得很不一樣就是因為 因為過程當中我們發展了66個腳譜 然後是別的團體所沒有的 那是從我們學習傳統歌舞 原住傳統歌舞發展出來的 一種訓練方法跟形式 所以這應該算是 在別的團體或團隊是沒有看到 這樣的一個訓練方法 我們會從我們的生活當中去 去結局創作來源 因為我覺得它還是根於生活 熱嫂的生活 我覺得就像沒有根 一個沒有文化的根 而且很多時候其實我們會觸及到 因為我們都是原住民 會觸及到原住民文化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是從 我們生命經驗原住民文化當中 如何創作出一個新的表演作品跟風格 所以它涵蓋很多 我們也有環保的 然後也有去找水的 然後包括織布的 所以它很多很多的面向 他們這次的傳統是織布 然後他們給我的感覺是 就是可能這個舞台的這樣子的構造 然後會讓我感覺到編舞者 他是一個就是織布想像的一個作者 那所以我的舞者像是就是織布 就是一直在穿梭的線 那就是有編舞者的編創 然後讓舞者就是每一條線 有他一定的就是位子 或是他要去的分享 然後最後製成一個作品這樣 有很多的旅程 都會怎樣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也會不會讓她放我 所以那些織布 populated